大家好,這段影片要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高波磨礙這次的試用方案 跟一代一樣,這次有試用方案 只不過有些規則跟上市不太一樣 因為這次有用戶協議的部分 用戶協議的部分 這個是不分新客戶 老客戶都需要顧目的資料 所以也就是說不分新客戶或老客 都要填寫實驗 上次說過要考試 因為如果果哥把程式給你用 那有一個責任就是要確定你會用 這是一種考驕照的概念 不是要刁難你 而是希望你用得更好 然後可以真正賺錢 然後保護你的資金 不是說我故意要刁難你或怎麼樣 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而且支持你 那現在就來看實用方案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知道這是分 這是分Zero版跟Nio版 Zero版其實就是一代的平行升級 只是多一些新功能還有一些改進的地方 所以Zero版其實就是半自動 所以這一版就比較開放一點 就是新客戶老客戶都一樣 很簡單就是你只要就是來回答一下 一些簡單的試題 然後還有一個用戶協定要同意 同意之後呢 你就找谷歌本人或是代理人 這次有一個代理人會在我們的Line群 或者是Telegram群裡面放出谷歌 萬一谷歌不在的時候 你就可以找這個代理人 代理人會幫你處理就是說 給你一些資料或者是收你的答案 或者是你聯絡不上谷歌的時候 由他來聯絡谷歌 大家透過這個窗口 萬一谷歌本人不在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 就可以透過代理人 那代理人唯一不會幫你做的事情 就是發序號給你 或者是收那個 收那個叫什麼 收租賃管項 或者是購買的管項 你要購買跟拿到序號 都要找谷歌本人 代理人只是 算是一個小窗口 來幫你聯絡谷歌 或者是說 收資料跟發資料這樣子 不要為難代理人 他自在幫忙 當然代理人呢 嗯 嗯 谷歌選的代理人 他本身 學習的 能力跟知識也是不錯 如果 你有一些 比如說你覺得 題目不懂 你希望 代理人教你怎麼樣 回答 或者是說 教你那個方便的知識呢 代理人應該也會告訴你說 其實谷歌的這些試題裡面答案究竟在哪裡 其實都在文件裡面 還有在過去的視頻裡面 過去的影片裡面 文件裡面有大部分的答案 如果你有基本的概念 一定會 就像這些基本概念 就像你去開車的時候 方向盤往左打 就左轉 右打右轉 然後你方向盤怎麼打 排檔怎麼打 就類似這種 就是你一定要會的東西 谷歌的試題沒有刁難你 真的很簡單 你都不會的話 那谷歌會建議你說 你還是多學習 不要那麼急著 進到這個世界 或是你要先用手抄 雖然這個工具 協助手抄其實很方便 Zero版協助手抄的方便 你要開單 要平常什麼都很方便 可是你概念不對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 工具是不是工具錯了 那你一定要有正確的概念 所以 假如說你連這些試題都無法答對的話 證明你離這個世界還太遠 那就還是先搞清楚 不要獲利也不知道怎麼獲利 賠錢也不知道怎麼賠錢 那一樣這次 Zero版 一樣有一周的序號 一樣是一周 記得一周 跟之前一代一樣 一周 好 那 尼用版就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說 我們先講老客戶 因為老客戶寫的比較少 基本上我是 尼用版 尼用版 我是認定說 因為它有自動 可以可全自動 也可 也可 那尼用版其實就 已經包含 Zero 好 那所以你老客戶呢 老客戶其實 這次是優先 開放老客戶 可以直接 就是 你就不用說我先 試用 試用 Zero版 我可以直接試用 尼用版 那直接 試用霓虹版的情況下 因為 霓虹版本身 給你的時候一定 包含Zero版 好 所以是兩個都有 那老客戶的情況 我會預計你的 谷歌是 認為 老客戶 應該已經有 使用 一代 的經驗 對 Zero版 也 不會 太陌生 很快 就可以上手 好 所以 因為這個情況 谷歌 對老客戶的門檻 就比較低一點 你只要 一樣 一樣 不要說為什麼 我都老客戶 我已經會了 為什麼 我還要再 回答一下這個協定 跟試題 因為 有些老客戶 我知道你們 是很蠻支持 谷歌的 買了谷歌的 一袋 一袋 刀鋒一袋 回去用 結果呢 你沒什麼再用 也不知道 是搞不清楚 怎麼用 還是說 你害羞 不好意思 或是什麼情況 我不知道 所以呢 老客戶 你還是 一樣 一樣 基本版的問題 你也要回答 如果你要試用 那個 利用的話 預計就是說 你這兩個都要會 所以 Zero版的 基本版的 用戶 你也要看 協定的話 部分是 內容版的 協定是一樣 所以 擬紅版 有擬紅版的 試題 你要做 兩邊都要做 啊 不多啦 總共才16題 都是很簡單的題目 有的4或4 就這樣 然後 要你截個圖什麼的 就這樣 不多啦 各8題 不多 要好好的把它回答完 那如果全部答對的話 一樣 答案可以傳給谷歌 全部答對就可以取得兩週 記得要是兩週 所以 如果你是老客戶 直接拿 要來拿 那個 內容的那個 試用序號的話 那就等於是 一週給你 習慣一下 Zero 我相信老客戶 應該很快就習慣 可能不用一週 大概兩天就會 剩下的時間就是 用來試驗跟 習慣內容的 操作方法 老客戶是部分這樣 那新客戶呢 新客 因為你之前都沒有經驗 而且 NEO是 針對 Zero版的功能 去做強化 去輔助 所以 你一定要有 10盤 所謂10盤呢 10盤不是說 你一定要上增艙 不是這個意思喔 不建議上增艙 還在習慣的階段 還在習慣的階段 不建議上增艙 還在習慣的階段 不建議上增艙 相反是 歷史資料 歷史回測 也就是說 歷史回測是過去的事情 10盤是現在發生的事 你這樣知道 不要 不要誤以為說 10盤就是谷歌叫你上增艙喔 沒有喔 你在習慣在評估的時候 先不要上真實帳戶 除非你以前用過 你是新客戶 你怎麼會用過 所以你就是上 先上示範帳戶 你就是10盤的打示範帳戶 兩週 兩個禮拜 或者是說 你覺得這樣太久 你有 你想要一個晚上解決 你可以打 回測 打版 半年的歷史資料以上 這樣 那回測打版 之前都教過 不會的話 問問其他人 問問其他同學 或是代理人 反正我們的刀鋒 不管一代 或是二代 摩哀都是有支援 回測打版 你可以回測 當作好像 真正石板在打 回測就很快就可以打半年 那 一般來說 我應該是不會 因為 那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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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麼嚴厲說 叫你一定要把 打 打那個 石板 應該是 對不起 應該回測打盤 這些歷史 歷史資料 你的打盤的成績 把它包裝好 寄來給我 我應該不至於會這樣要求你 我就相信你有打 你只要你說你有打 那我就當作你有打 但是請你不要騙人 因為這個你有打沒打 你到時候 內容版的售價比較貴 你不要來欺騙谷歌 或是欺騙代理人說你有打 結果你沒打 到時候你心裡充滿一堆黑人問號 然後又不敢問 因為你說謊 你說你有打 可是你根本沒打 你一問出來問題 人家知道你沒打 這個很現實 這個騙不了人 有打沒打 一問問題就知道 你一問出來那個問題 所有的同學都知道說你沒打 所以不要說謊 你就真的 打個兩週 或者是說 回測打盤 那記住 兩週 因為 我這邊適用給 只是給你適用一週 所以你不可能用適用須號打兩週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辦 那你就是先購買 然後不好意思 新客戶麻煩請你先購買Zero版 那購買完 因為老客戶都有用過一代 所以他們只要回答試題就好 那一樣 後面兩個就一樣 就是說 你要 你要那個同意用戶協定 然後回答試題 全部答對 要全部答對 沒有那種60分的 沒有 因為真的是太簡單了 試題太簡單了 真的就像方向盤怎麼轉 排檔桿 油門煞車這樣 你要開車 就是基本上你都要 一定都要知道了 所以這個沒有商量 沒有商量的餘地 能不能重考 可以 可以重考 可以重考 但是重考呢 我相信就是那些題目 那應該是沒有 我不會限四柱 不會限 不限你重考次數好了 不限你重考次數 那 我幹嘛要把他洗掉 等一下 不限你重考次數 所以說 你要是不對 你回去再練習 因為主要是 主要目的是希望你會 而不是要刁難你 所以說 不要說覺得挫折 然後都不想學 不會啦 你可以重考 重考回去學 然後重考 到全部答對為止 真的不難 真的不難 那 試題呢 你可以跟 你可以跟那個代理人要 或是 谷歌到時候會在影片的裡面 留下那個 簡報檔的下載網址 再去下載就好了 也會在群組裡面公佈 試題就在那裡 到時候 就是 要怎麼回答對不對 因為可能有些人沒有PowerPoint 有些人可能沒有PowerPoint 你可能沒有PowerPoint 你怎麼回答 因為我的試題都寫在PowerPoint 然後轉成PDF 那 谷歌 考慮到這些人 你不一定會有這些 原版軟體 搞不好 那就不要去盜版 怎麼回答呢 你可以用Line 私訊 然後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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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事本 那 你就在記事本裡面回答 你知道 第一題答案是什麼 第二題答案是什麼 那如果需要圖片 你就附上圖片 或者是Telegram 或者是Telegram 私訊 回答方式 Telegram私訊 那一樣也是第一題什麼 第二題什麼 然後新增 新增圖片這樣 因為Telegram就沒有記事本的功能 就麻煩了一下 直接私訊 就是 谷歌或是代理人 那你要回答之前 你不要沒頭沒腦 就突然丟過來 就先說 我要回答那個 考試題目 我要回答哪一個 也要講清楚 你是要回答 Zero版的 還是Nelon版的 自己要 自己要講清楚 不要沒頭沒腦 到時候也不知道你答案 對不對 如果你有PowerPoint的 你有辦法 把PDF 轉回去PowerPoint 然後自己在上面寫答案的話 那是最好 我們看PowerPoint會比較輕鬆 沒有的話就用剛剛的方式 用剛剛的方式 就是私訊 然後新增記事本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很簡單 好 那鎖取資料檔案 跟試用碼 就找谷歌 然後那個鎖取資料檔案 就找代理人 也可以找代理人 其實剛到那頁應該就已經結束了 不過我還是開一下 我還是開一下 這裡 這是代理人的資料 你就掃一下條碼就好 就這樣 那這一段很簡單 這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適用要怎麼去取得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好